面向高温的随时传播 这样也不是很好吗? 今天不是你刚只要认证存在有利的方面就叫有利 我们要全面评价利益 就好看全体上是有利还是不利益 谢谢 比赛进度最后一个总结成续的阶段 先请绑翻四遍运动量讲华尔 我们的总结时间为一种分钟 即时将美女开手 欢迎会开始下 谢谢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今天对方正式我们有两种有利随时传播的方式 第一种是直接传播给大众 实际上对严谨性有要求 而第二种是通过讲的深入有趣 引起大众的兴趣 总计学识 所以说它的内容是无所谓严谨 只要深入有趣就好 我们今天这两种情况都用一种愿意与对方没有讨论 但我们不能接受的是 把这两种并在一起讨论 尤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节目定位 内在要求是彼此矛盾重复的 所以今天对方没有的两个论点是否停在跳 是相互矛盾的 下面让我们来看第一个论点 对方讲的第一个论点 然后我们首先说 这个直接传播学识 需要有严谨的保障和要求 但是我们都知道 明星化是要让普通大众喜欢的 而普通大众 往往只能判断这个人 他讲的是不是深入有趣 却不能判断这个人讲的严谨与否 是不是对错 所以而且我们这边也要有一份证据 事实证明白家讲坛最开一走的精英路线 有请货金 梁俊丽 李正亮等女家组的节目 为你们要多少观众买账 严肃的学术是无法实际明星化的 所以今天明星化要让大众喜欢 而对方的书刚才也说了 为什么不能同时严谨 他至于我们也给出对方没有两层证明 一层是一个专业人士的正言 他是百亚讲坛的央视业务负责人 他说英国的人他都说了 深入和严谨之间是非常难相平衡的 第二种呢是现在所有受欢迎的学者 他们都犯了各种各样的学术错误 所以对方朋友如果说 生动严谨很容易 那您都需要在市面当中 给出前面都没有证明到的论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明星化要求学者生动严谨 但大多数学者都做不到坚固 他们往往只能牺牲严谨追求 表达的效果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 学者明星化经济的那种做好 所以他不严谨 而是因为学者明化 本身就跟严谨是被盖而驰的 对方朋友又说了 那我们讲错也不要紧嘛 真理越辨越明 那很显然都没有用故事的一点 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把问题 在学界讨论清楚 然后再向大众传播 而不是先传播再讨论 因为大众他们缺乏 判断内容正确的能力 正确的内容也难以 告知到每个被孤导的人 所以这相当于先做了 独立学习传播的事 然后在一定程度上补救 但整体依然是独立学习传播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方表说的第二种问题 就是通过讲生动严 有其他培养大众的兴趣 那我方也承认 培养兴趣是一家好事 但你今天由学者来做这件事 就是独立学习传播的 为什么 因为它格不常识 首先它这个格是可以被取代的 是可以被文化媒体人所取代的 相比学者 文化媒体人可以通过多种演义方式 将学习说的简单生动 并且他们有着深厚的 与关注达到的经验 在全国学识方面 能起来和学者相同 甚至更好的项果 比如说国外的Discovery 谎言中介社 国内的金工硕士 金波的文化中国 和老梁硕士 等等节目 此外 职业媒体人并不如学者 一样有本质工作 有学术研究的本籍工作 和振兴国家学术的本籍工作 让大学教授来普及文化 培养民众学术兴趣 致资源措斥 无利于学术传播 他们本职的工作时间 会大量占有 而进行学术研究 为特定人去 读他们的学生传播学识 参与研讨的工作 却只有学者可以做到 这部分高层次的学识 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传播 所以既然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而媒体工作人的效果更好 且不是为学者名气要带来的 为国家学术 为高层次学识 传播了这部分损失 这种提起观众兴趣 并且补接一些简单文化的工作 早已失业的媒体人 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这个提出道理 是要我们双方来回答 学者中心应该是怎样一群人 他们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 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我方看来 在这个越来越快的社会里 学者是最应该乱下来的人 他们是这个社会 最需要沉下心来 坐下来 接电学问 思考社会的人 我们需要利好他们的智慧 让他们在这个忙碌 要迷茫的生活中 寻求答案与方向 他们作为精英中的精英 理应正在身上 指挥着时代同流的走向 而不是像今天这样 学者也坐不住了 像商业化妥协 像市场妥协 多不及待的 想要去分传播媒体的一杯羹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学者 像商人一样 应该刻骨生产所谓的 学术争计 然后打折互相 今宫部罪难道不感到 有一些悲哀了吗 在250年前 他们得像我们 太怕一生的身体 能像我们的这样的天上的明星 和我们内心的道德 而250年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问问自己 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后人 留下一些什么 所以今天我方认为 学者明星化是独立于 学士传播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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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今天我想把对方 刻画成一种 较为死板的方式 为什么如此理解的 第一 他先挑战我们今天 学者被明星化的严谨性 其实我想澄清的是 今天明星化只是一个平台 就如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老师都处的学生上了科业 这是一个平台 可是学生拿不拿到好成绩 这是学生的责任 今天明星化是一个平台 发展的知识 可是今天一个严不严谨的 论文被传播出去的时候 这不是学者责任吗 难道这是因为他可以 怪罪于明星化 过后就把这责任 推去平台吗 今天整个学者 都肩负着学术传播作用 请问啊 为什么严谨性的这个责任 推向了明星化 而不是学者基本身 再来 今天对方根本不能把兴趣 跟直接传播知识 连了一体 其实这里我听不知什么原因 今天在于老师在课堂上 以直接方式传播学识 但他可以加入更有趣的教育方式 有何重途 今天 对方整个担心的关键在于 整个学识都不严谨了 那么 请问啊 今天 今天 当雨球被很多人受关注的时候 难道 我们打的都是花枣吗 打的不是真实力吗 那打的都是花枣的时候 我们是怪对于 把雨球台上的电视 还是怪对于 雨球员本身的责任呢 看清楚了吗 今天不能随便怪对于明星化 因为今天本身严谨性的责任 都归咎于学者的时候 其实今天 严谨性真的是学者的责任 再来看一下 其实今天兴趣跟所谓的严谨 是可以结合的 今天 大学教授 之所以在学校受欢迎 是因为他讲的课 能参数知识之余 也生动有趣 这才受到我们这些学者的欢迎 今天 为什么不能把这生动有趣 搬上这电视台 而今天当生动有趣 就代表着严谨性错误呢 请问 今天 当细节上出现错误的时候 别人不能纠正吗 今天 明星化 公开于全部人的时候 学者 旁边的学者 不能关注吗 不能纠正吗 假设今天 易中天 教授 都关在 我们所谓的研究室里面 研究着中国历史 连他那四十七处犯错 如果都没有发现的时候 请问 他抽 重合纠正 我们属于现今的时代 网络流通 全球化了 为什么 我们的知识 不能放上去 这个主流媒体 让大家 检视这个知识 到底是否如真正 反正可以接受我们红颅火 考验 再来 今天对方第一个很主要打的东西 就是说今天文化媒体可以代替学者 可是今天我方坚持说 不能代替原因在于 一点 今天 两者都可以潜注 可是今天深入这一块 虽然负责 今天 当文化研究者 文化传播者 都去研究的时候 那他没有学者的资格吗 他也是一个研究性的学者 可是今天 这个深入 这个字 就代表着 今天学者不可代替的地位 告诉我们说 今天 学者 当他传出去的知识 都经过研究 严谨的分析过后 才传播出去的啦 所以 今天文化者能做到这个工作吗 不能 所以今天 我不否认文化者可以引起兴趣 可是他不能代替学者 原因在于他不能深入 今天一中天教授 能够把赤壁之大的战因分析得如此精细 请问啊 这是不是他研究的结果 是不是他深入研究的结果呢 再看 今天假设是一个历史评说家 他是照着现有资讯评说 还是深入研究的评说的 显然意见了吧 今天整个知识要发展 要传播 学士要发展 要传播 整个学士要传入进去 民众的时候 学者其实有什么 不可待细的责任 划算回来 现今社会 我们已经站在一个全球化时代 我们不能说 今天只能带去课堂交流 所以我们说明星化更重要 因为他上了电视 我们普通大众 出了社会 没有机会回了课堂 请问了 今天当你回不了课堂 这些知识我们就放着吗 今天要宣传 要带领这个学士的传播 学者不能增加多个责任吗 就如这些女球 要发展得起来 今天林丹的女众委 没有必要出席这一战 对吧 时间 会是一个学者问题吗 谢谢 谢谢 比赛正式结束 接下来 评审将会有两分钟的缓冲时间 来决定第一轮的印象票 以及填妥评分票 很快 大会就会为大家公布第一轮的评决成绩 一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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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不要做 や唐人 都会有一定 rése子 一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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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会 一大会 三大一大 四大会 太大 中文字幕——YK 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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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評審 張勇開評審 陳勇開評審 投選榜方 第三位評審 張智正評審 投選榜方 榜方榜方榜方 所以第一個列印三票統計為 正方 榜票 榜方 三票 所以榜方 以三票 以零票 張勢領先 現在通過本場賽是 最高得票的三位最佳變種候選人 由於出現同分情況 所以這場賽是共有五個最佳變種候選人 分別為正方 榜一變 正方 四變 榜方 二變 榜方 三變 提及法官 五四變 謝謝 接下來 請評審進行公開討論時間 時間為15分鐘 請 一起來想個美 因為當時用的點名原則是還有任性 那只要是你需要兩個小時 怎樣 左到右到左 好 中中先開始 好 後面沒有人記得 對 謝謝 謝謝 基本上這場比賽把你掉了腿原 就是因為這場比賽打的過程中 我會表示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些東西原本不是正方的問題 結果忽然不小心的情況下 就能正方的問題 例如反方一開始就問正方 就是你們有他們沒有計時 我會這樣想 好 基本上就是正方 基本上正方一開始 他們的論點不是沒有聽到嚴謹性 這一個東西 可在反方確認你 你們是不是有談嚴謹性的傳播軌道的情況底下 不知不覺間嚴謹性變成了你們利潤的主軸 這是我蠻奇怪的 還是你們主編稿原本是有講的說不定 可是我在你的主編稿原本是沒有當嚴謹性這個詞的時候 反方陪你打嚴謹性 你還真的傻傻去打 結果從見騙你們的利潤主軸 那基本上老實說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只能把票判給你們 況且你們原本的利潤主軸 對方有挑戰 也有模糊的點到一點點 例如你們講兩點 第一個是吸引大眾關注 反方就直接說吸引大眾關注 本身就是明星化的前提 你不可以把它當成一個預計來看 因為本身明星化 把你變明星不可能變明星 所以明星化本身的前提 就有吸引大眾關注的元素存在 可是在吸引大眾關注的元素的前提底下 到底學識傳播是否是有質量的傳播 以及到聊會篇裡學識傳播的本質 這也是今天要談的 這一點我接受反方說法 因為我們定時第一個論點 是把他們能夠前提 他一直不看 然後第二個論點 你們講的就是要開共平民的事業 你們講說想要嘗試慶植 也就是小肥养官那些平民的興趣 那這時候反方就做出一點挑戰 他就說 就像你在親民的前提底下 文化媒體可以幫你做到這一點 文化媒體可以取代你肥养興趣的部分 在這種情況下 你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到底有沒有文化媒體 辦理是到哪裡 我是覺得你們今天整場比賽 所以調理也是對方 一直不斷用文化媒體來吃你們 你們只是一次不斷告訴他 你不能夠提代我 可是想請問一下大家 你們有誰可以明確地告訴我 文化媒體指的辦處是什麼嗎 他跟學者的區別是什麼 如果在反方的定義裡面 文化媒體他們其實也是有 學者的知識的話 那麼基本上跟學者明顯化 有什麼區別 沒有區別 可是如果他跟學 他是不具有學者的知識的話 這就是你們要挑戰的地方 一個不具有學者知識的文化媒體人 怎樣代替學者 把一個複雜的知識體系傳播下去 這是反方要解釋的 可是在你們沒有 把對方的文化媒體的身份 逼出來的選定底下 人也沒有對對方的 替代方做出任何挑戰的情況底下 有 就是你將替代我 你解釋一下 就這一句話 帶過而已的情況底下 不好意思 第一個論點當作選題 第二個論點 我當作是給對方的文化媒體 給吃掉了 那我這場比賽會能夠看你們 就是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 你們還有提到的東西就是 今天反方他沒有講到就是 他會降低就是學識的嚴謹度 基本上也算是他們的論點本身 就是不嚴謹就是那個 不嚴謹就是學者明顯化的比 還這也算是他們的論點來了 然後你們本作挑戰的有就是說 你們大眾會自行地進行批判意識 可是這時候反方就點出了三種講法 第一個就是你們即使事後有批判意識 可是這是事後補救 但你看到事後補救工作的人 有多少我們不知道 可是至少這件事情發生 這個錯誤的資訊確實是傳達出去了 事後補救這個工作到底是否確實存在 他們沒有表達到這麼明確啦 這時候有事後補救的 就是事後補救這個工作 是否確實存在 你沒有給我認證 事後補救的工作即使存在也好 到底還可以迷補錯誤迷補到多少 你們沒有認證 而第二種解釋呢 對方就是說 即使他們有批判 可是往往大眾的批判是流云爭草 就是講說你說魚蛋比較好 明明逆中片比較好 這就是他們的小表達 就是即使有批判 可是流云大家都是拼命 因此草的方式會比較草根 這種情況底下你們期待的批判思維 是怎樣有信心出現的 這一點你們也沒有交代 然後第三點呢 其實這第二點差不多 就是他們說 由於大眾他們沒有學者的專業知識 因此他們缺乏判斷能力 在你學者明星化以後 因你貫責學者的名號 基本上是你怎麼講他們怎麼信 所以這種情況底下 大眾本身缺乏判斷能力 然後你學者又這麼具有名望的情況底下 基本上老實說你們期待的社會輿論的出現 看到的希望是要秒紅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第一個 反正的第一個論點就是不言其清晰的避害 我就當作你們成立了 因為你們對他的挑戰是社會輿論 可是社會輿論這一點東西 三層反駁的三層反駁都接受 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當作能維護到第一個論點 然後第二個論點是說 全體的效率會被降低 這一點我沒有看到你們反駁過 他們的那個資源措止就是講說 原本一些學術知識的人 他們要在學校裡面就是教書的 可是因為現在學者明星化了 他們要上一頁 上面是要準備課程、準備校化 這種情況底下的可能要虛化 三天、三天、四天、五天之類的 因此他們學者原本 用來研究專業知識的時間 給消耗了 這一點上第二個論點 我是沒有聽到你們的 我可能其他評審有聽到 我個人是沒有聽到的 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們的論點就是要被變冷卻 第二個有協助對方反駁 而你們的論點呢 他們的論點呢 你們有反駁 然後可是你們有維護 所以而第二個論點 本來我也有聽到你們反駁的情況底下 那麼我只好把我的印象跳投給了反方 然後還有就是一點小插曲啦 就是正常有提到就是學者去不可取 這個講過了 那麼基本上我是覺得反方這個架構有沒有辦法過 老實說也不是說沒有 只是你們必須要明白一點就是 就是建定出到底對方會有所謂的嚴謹的 伴從是什麼 他嚴謹是準備課程過程中的嚴謹 還是本身那個教育體 教學體它那個學術領域的複雜性 因為如果你準備課程 其實即使我想要把它嘗試公司化 可是我準備課程的過程中也是可以嚴謹的 就好像黃子樓也有教小學生 他教小學生的過程中準備課程資料 也是需要嚴謹的進行過渡 想辦法看一下自己講的課程 是否可以讓小學生接收 為什麼因為他傳達的觀眾比較平民 就必然會盜讓嚴謹 只是這一點是可以去挑戰的 為什麼你們的挑戰會看起來像這個薄弱? 因為他們的嚴謹 你沒有把他真正背後的含例拼出來 如果他的嚴謹的含例就是準備課程的認真態度的話 不用舉其他太多特別的例子 學術界領域其實辯論也是學術界領域 你舉荒之中大家都認識旅行的 在此何認識?懂嗎? 所以基本上這個辯題老實說 不管你們怎麼變化的話 基本上的定位都很簡單 正常通常他們的比較大法 是你們要嘗試帶出這種感覺 學者明星化 為什麼學者需要明星化? 因為學者學術界領域 往往是比較小眾的 在比較小眾的情況底下 大眾對於我們的關注是非常可惠 甚至稀少的 所以另外同學 我們不可能一副登天要求 大眾對於我們學術界領域的理解 是完全正面跟全面的 至少學者明星化可以帶給他們一個管道 就是他們有這個興趣去理解學者 他們說文化媒體可以取代 那我們把文化是像我剛剛的人基本上講的 而且文化媒體 據我所理解的文化媒體 他們基本上是跟你介紹這個學術 例如要這樣一個文化媒體 還跟你介紹辯論 他不是把自己變成辯論明星 還跟你介紹辯論 他不是塑造出一個偶像在那邊 你介紹辯論 他是告訴你辯論是一個怎麼回事 如果你想要嘗試去了解的話 你也可以去參加辯論之類的 所以學者明星化有一個文化媒體 不管怎樣 都無法替代的事情就是 他可以給予大眾一個加入 就是大眾如果要加入辯論的話 告訴你你加入辯論 你可能最起碼有一個偶像可以崇拜 你可以崇拜皇宗 你可以崇拜瑪維維 你看我們這邊有偶像有明星唷 這一點是不管文化媒體 民方再怎麼包含意 它也都是難以取代的 文化媒體不管怎麼傳播 它難以給觀眾一個人去嚮往去崇拜 甚至去學習 當然嚮往崇拜學習的過程中也是有弊端 這就是反方可能後面就是 可能你們有準備這樣應該沒有達到 反方法方需要強調就是 學者明星化的過程中 它會讓觀眾越來越多人了解 越來越多人嘗試去了解那個學術界領域 可是問題就是學者明星化的過程中 他必須要就是往大眾去通俗 在通俗大眾的過程中往往需要我們避開 我們需要避開一些就是嚴謹教育力統本身 比較相對反悶的環節 可是往往在這些平民觀眾認為反悶的環節 往往卻是這個學術界領域不可或缺了 明白我意思嗎 就像有的時候 奧瑞剛辯論他的Size背後的精神 例如好像就是什麼道全境原則 或者就是今天我們所謂的改變現狀 到底是需要性是多少 存益是多少 你跟觀眾解釋這些 的確是會讓他們從此就直接聽完 聽完你一個小時的講錯 就不加入避論了 可是問題是 如果他們聽完你沒有講奧瑞剛背後的精神 就直接聽你講奧瑞剛背後的Size 看韓文化原來可以 就是你真的罵對方很好玩 那麼就不以為避論的精神就是這樣子了 那這個過程中觀眾不以為學術界 看見觀眾對學術界領域的片面理解 這是學術學者明清化會帶來的 不可取代的避難 明白我意思嗎 所以正方要講的就是我圈子很小 那麼能吸引到人就好 哪怕有些人錯誤明解 可是我至少好過沒有人理解 你們要講的就是我寧願有心人有緣人 你到了傳到這邊就自然好過讓我們學術界領域 好過讓越來越多人自以為理解我們的學術界領域 讓越來越多人自以為自己理解電論 讓越來越多人自以為自己已經了解一個學術領域了 可是實際上他們什麼都沒理解 這是我個人對這個背景的看法 以及對這場比賽的看準 那麼我希望你們可以幸福接下一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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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正方的理論重規重矩,但是充滿了防備性,你們預先做了很多假設反方會攻擊你們,然後所以就說,一說你都不要說我們這樣喔,一說你不要說我們怎樣,就人家說你都沒說,浪費了四分鐘的時間,就在一半以上,會有一些存在的攻擊,所以,定位雖然重規重矩,但是浪費了太多時間用來防備,所以這個,OK,好,你放了一本有兩個點,第一個點,吸引大眾關注,第二,開放, 直接做出你簡介的思維,基本上只有一個點,對不對,好,這同一個點,再反方千分鐘兩個點,你吸引觀眾之後,開放他們思維,是不是分為直接和間接兩個功能,這塊你們模模模模模模的內容,對不對,好,模模模模模的內容,你馬上攻擊你第一個點,你直接這個功能會不會不嚴謹,實際上你們沒有適通你的議論,你們在第一個自然段,就已經做了一個防備,什麼意思呢,簡化不等於風險,這個是直接打擊他們後面說的,直接,不嚴謹,出錯的, 什麼意思呢,很簡單,像,我這個,直接這一點,我們是簡化了,對不對,我們是出出一斗了,但是不等於會錯,他說,隔一中天做了47個錯,馬上攻他們,對不對,一中天做出47個錯,你一個文法背體人可能都得出470個錯,不信你看看,快到大美景, 所以,出錯是人類的正常現象,我們學者就出的少,得了,更何況,如果一中天講三個不出錯,很多人都沒看過三個,連話就轉翻,回過去了嗎,對不對,好,第二次再說,沒有,沒有,嚴謹和出錯是兩回事兒,你們有隱隱疾到,他們要說清楚,很簡單, 嚴謹的意思是,詳實的資料,嚴密的論證,正確的結論,此為嚴謹,對不對,好,我結論會正確,我結論會正確,但是,我承認過,凡是明星化的可能不嚴謹,因為,我不會給觀眾傳說,我背後研究這個的資料, 我研究這個規讀,我也不需要展示,我不是做幾萬字的去出動了,我只幫助你我的結論,可是這不影響觀眾接收啊,對不對,對不對,你知道何反應方程的事,但你不需要知道大家怎麼研究出來了,對不對,所以你說我不嚴謹,我認,可是大部分接受,不需要嚴謹,對不對,三個演技,知道結局就行了,做的寫得不好,你要走,想太多了吧,所以,這一塊,實際上, 說過,你覺得,簡化不容易出現,完全會忙掉,根本不好,被打人收拾,對不對,直接這個點擊,沒手錄,好,人家體驗,供你間諜,先別說什麼,大家沒說你間諜做的不實在,大家知道,你這個間諜做的不實在,你這個間諜做的不實在,沒理人,但實際上,你們一定有提到,還是沒說清楚,現在我們講的是,學者明星化能不能起積極作用,但不要論證,它是唯一起積極作用的東西吧,對不對,所以,它可以 可以替代,是呀,可樂可以替代雪地,所以可樂就不能喝了,你們要有這意思吧,就說你有東西可以替代它,不等於我,這個東西本身沒用,你就換不出來了嗎? 那被解放這個蠻奇怪的好,這是你們的問題,所以基本上,論沒有基礎,不,然後緊接著,你們的問題在於什麼呢? 你們的問題在於,攻擊很有效,但內論被失去一踏空,內部自相矛盾,什麼意思?你們的理論第一點,告訴我說,嗯,你學者一定犯錯,對不對? 比如說你學者明星化,一定犯錯,犯錯感,這就知道錯誤的知識傳播在網,也是錯誤,你知道的網,第二個,叫資源擴置,什麼意思呢? 真的是暗算的用計字,另一次,這個意思呢,很簡單,你媒體的資源擴置,第二個,媒體資源擴置,完全能用過媒體人來替代學者的功效,對不對? 你這兩個是用計字自相保障的,這個意思,如果說學者一犯錯的話,那媒體人就不犯錯了,明白了嗎? 如果你們一犯錯誤認到學者,你必然因為共一犯錯誤認到媒體人,所以你們兩個理論點是不自洽的,思想矛盾的,不能同時成立的。 你們知道立群嗎? 傳說話打電影,默認,對我學者一犯錯,媒體人,媒體人就不犯錯,憑什麼呀?一個研究這二十十年的教授,還不會一個媒體人,兩者的真,這不是很奇怪嗎? 一二兩個理論,基本理論點不自洽,第一輪盤問就來問,你不問,好奇怪。 然後你在第二個理論點更深入,第二個理論點是什麼呢? 第二個理論,內部都不自洽,都不說跟第一輪不自洽,第二輪在內部都不自洽,說,這個媒體人啊,它有更強的趣味性, 所以呢,你就應該讓媒體人去考過文化,讓教授去考教授的東西。請注意,教授去考教授的東西,會代表它不能夠敷衍,對不對? 好,教授你說會佔用它研究實驗,沒論意。這不能說是錯吧,對不對? 這還蠻奇怪的,然後你就說被幾人不說的體系文化,之類的。坦白講,是他們沒音出來的。 幽默和趣味性一定來自於了解的深入度,不是你了解的越少,你就越幽默。 是你了解的越多,你就越幽默。為什麼?因為幽默這種情緒,本身就來自於你知道的足夠多。明白的意思吧? 所以如果你講的一件東西,講的極其刻板,就是你了解的不夠多,或者像霍金同志一樣,就發生障礙。 你只要一個電腦裡面才能發生什麼,對不對? 對,可是只要你了解的多多,你是能夠快速的進入去了解的。 這一點就比較不懂,沒關係,簡單的說。 就很簡單,一個教授,他去講一個他專業的東西,他只是要接受一個月的媒體訓練,他就可以講得很逗。 那有意思吧?可是一個媒體人,他一輩子做偷口秀,但你突然讓他去講一個純本化的東西。 他的道路永遠就停留在趙純山和周立波這個層次。明白了吧? 這就是兩者的差別。這一塊,你能不敢?也超奇怪。 所以,基本上,我只可以寫這樣的投票,原來很簡單。 就是,中華立法中規中規,反方立法,思想法論。 可是你們不止,你明白嗎? 文書教也是這樣,陸遇流氓,流氓被毆,那算流氓十分。 陸遇流氓,你不散抗,算你十分,因為我道名爽到了。 所以,就是這種非常簡單的循環教論。 所以,最後,我來,一兩票,後面要來考慮。 謝謝大家。 老實說,我覺得很奇怪,一開始,那一個所謂的學者明星化, 等於學者,上邊一次就叫做學者明星化嗎? 因為,在我個人的觀點當中,學者明星化就是,把學者包裝成為一個明星。 舉個例子就好像說,一些大學明星化,好像哈佛大學。 人家認為它是明星大學,大家很想要去讀這所學校。 可是,不代表說哈佛大學裡面的上課,網上直播,電視直播。 而且,或者我再用另外的方式來說,那一個學者上電視去給講課, 不等於大家會很喜歡這個學者。 不代表說,這一個學者就本來會成為一個明星。 所以,學者明星化跟學者上電視去給講座, 或者學者去進行一些電視上的節目上的宣傳, 本來就有一些區別。 所以,本來我個人認為,我是認為, 正方,如果你至少你在這邊,你不要直接把那個學者明星化, 直接等於學者上電視的話,其實你還有很多部分, 對方的所謂的那些,進行那個不嚴謹那方面的攻擊, 是你可以很好的守調。 因為你可以說,那個上電視跟學者明星化, 本來就是具有一定的差別。 這,學者明星化同樣的是,那方面也很嚴謹的。 我只是把這個學者當成一個,在某一個領域方面的, 大家崇拜的那一個人,來進行包裝。 因為一方面,他不需要花很多時間去上電視的話, 對方說的那一個資源措置啊,不一定會發生。 對方說的那一個,他不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進行那個,去娛樂大眾。 所以呢,他們的那一個東西,會出現很多錯誤。 這些也不必然會發生。 因為他們同樣也是,很專業的去研究, 只不過大家把它包裝成為明星,就好像霍京一樣。 他基本上沒有什麼上電視。 可是你講到天文學,在天文學這個領域的明星, 我個人覺得郭婷賢是一個挺特殊的人才。 所以因為正方呢,你一開始,在定義方面,你讓了很多給對方。 所以對方的很多,攻擊了就能夠成立。 然後過後呢,就開始到正方他說,你說的是那一個, 學者明星話可以吸引,然後可以深入前途。 然後正方說可以吸引,爸爸就開始問你, 如果有一些地方講錯了,怎麼辦? 有講對了,有講錯了。 那這個對跟錯,應該怎麼去判斷? 這時候我認為法官其實他應該告訴我們, 法官其實他應該告訴我們, 學者可能應該對自己有所要求。 只是因為為了娛樂大作過後, 會變成了那一個,他們需要犧牲掉自己的一些專業性。 然後他們就舉出一些好像百家講堂的節目製作人那時候, 嚴謹性跟娛樂性是有衝突的。 可是為什麼會有衝突? 這一點其實我是用,其實我很期待能夠解釋到。 因為,老實說那個嚴謹人衝突呢,是因為是這樣子的。 因為有一些東西,如果你說的越專業的話, 如果你沒有那麼專業的領域的知識, 你去聽了過後,你聽不懂。 所以那些人為了要讓人家聽得懂, 或者是一些主持人為了想紅的話, 他們呢,就選擇是,我寧願說一些,大家可能會和普通的, 好像你們剛才說的那些,普通人都能夠說的那些話。 或者是呢,就說的一些,很誇眾取寵。 明明是不對的,可是就是為了吸引研究。 而為了吸引研究,所以他被迫需要說這些話。 所以這些其實反方需要去交代, 為什麼那個嚴謹性與明星話, 本身是處於那個很大的矛盾的部分。 這一點這邊我覺得反方是沒有解釋到的。 然後這時候呢,反方又提出了一個那個, 可以用所謂文化媒體工作者, 文化媒體人來取代那一個學者的那一個工作。 這次政法呢就說,學者能夠做得更專業, 更深度潛出。 怎麼更深度潛出? 其實需要解釋一下,至少給一點歷史嘛。 因為政法好像很多東西都是, 學者,其實學者他們是可以很專業的, 學者怎麼很專業? 學者呢,他們其實可以很有道德, 很有良心,他們不會講錯的, 怎麼更有道德,怎麼更有良心。 不是說他們可以,我知道他們可以, 可是,為什麼往往現實中做不到? 當對方用很多現實的例子去提問你的時候, 你至少需要解釋一下, 這些我們你說可以有一些機制來遏制, 這些機制遏制怎麼遏制? 不是說,哎呀,交給下一場比賽事件就好了。 因為老實說,這樣子的, 變得很,對我來說是很不責任。 你所說的東西都是, 理論上可以, 可是當理論上, 假設理論上真的成立的話, 如果實際操作上有所偏失的時候, 我就不能夠把這個利益看給你, 因為呢,你的東西就只是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 當你只是假設, 而對方就有一些實證來攻擊你的時候呢, 我沒有辦法, 我就需要把票給你的辦法。 好,這樣。 感謝評審們精閉的言論, 這時候馬上有請各位評審投下, 最後一輪的決選票比最佳變首。 本場比賽成績將於這一輪投票過後, 我正式發生,有了後備評審。 但是真的買え尊que成績多些? teens選了nd bust滿話的上海中, 你最孩子變成了西方吧! グッド打核天秧時會覺得如果ıp puedse変思考問, 那就讓你猜對方位了。 這個陣子的犯物 podría選啊。 這位都是我猜對方的監獄有ato的位置。 我就算看一 fan member的警察有說話, 在希侍會空 пор shut, 有二人選狀動者的設立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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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